众说蓝潭风云,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。 北京时间4月6日,据Bleach Report名记Eric Pinkers报道,除非骑士能打进NBA总决赛,否则米切尔将拒绝续约并寻求前往其他球队打球,骑士也可能在米切尔以自由球员身份离开前将他交易走。 本赛季过后,米切尔的合同还剩两年,2024-25赛季是3540万美元,2025-26赛季是371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。 换言之,米切尔最快可以在2025年夏天成为自由球员。 骑士当初用了三个手轮签,两个手轮互换,主力后卫塞克斯顿,未来的全明星马尔卡宁和当时刚选的阿巴吉换来了米切尔。 他们不可能接受白白失去他的结果。 因此,如果米切尔坚决要离开骑士,骑士只能把他交易走,不过在这一幕发生前,骑士应该专注于本赛季的季后赛,力争用好成绩说服米切尔留下。 如果米切尔和骑士分道扬镳,那么他有可能会去哪儿呢? 拼克斯列出了五大潜在下加,并进行了解析,潜在下加一。 胡人对詹姆斯和农梅都不大可能离开胡人。 此前有报道称,胡人计划在今年夏天寻找第三位球星。 考虑到胡人市场的吸引力,米切尔加盟还是很有可能。 另外,詹姆斯退役后,他和农梅的组合也会让球队充满信心。 本赛季余下时间,胡人都处于硬貌状态,所以任何米切尔的交易都必须等到7月。 胡人在今年选秀大会后,交易筹码将包括三个首轮和五个次轮。 从匹配薪水角度出发,胡人能提供的球员包括拉塞尔、巴森雷、李福斯、文森特和范德比尔特等球员。 当然,他们也可以添上一些低薪球员来配评,包括西菲诺、刘易斯、伍德、海耶斯和雷迪什等。 当然,要是参与交易中,拉塞尔、伍德、海耶斯和雷迪什都必须执行球员选项。 潜在下加二,热火对麦阿密气候宜人。 没有周税,而且斯波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教练,再加上米切尔和阿德巴约的私交很深。 热火一直是米切尔最心仪的球队之一。 热火的选秀签储备也不是很丰富,但他们可以交易2024年、2029年和2031年的首轮以及最多四个次轮。 西罗、邓罗或者罗切尔都有可能被放入交易报价,其实也会垂涎他们的小海梅、哈克斯。 其他心经可以配平的球员包括约维奇、马丁、勒夫等人。 当然,巴特勒和阿德巴约不会出现在交易中。 潜在下加三,火箭队火箭队米切尔的吸引力可能没那么大,因为他们还在重建期内,但三月份他们是联盟最炙手可热的球队。 火箭拥有蓝网2024年和2026年不受保护的首轮签,以及2025年和2027年的首轮互换权。 如果火箭要保留小甲巴里、史密斯、范福利特和迪龙,他们可能就需要围绕杰伦、格林进行报价。 其他球员包括阿门、汤普森、惠特莫尔、伊森甚至神经。 老将亚当斯、杰夫、格林和兰戴尔等人也可能成为薪金配评的筹码。 火箭拥有大量的年轻天才球员和选秀签,虽然米切尔本人不一定喜欢火箭,但骑士肯定愿意看看火箭的报价。 潜在下加四,尼克斯队这是米切尔心仪的另一支球队。 当初他被交易到骑士时,很多人就认为尼克斯才会是米切尔的最终归宿。 他和布伦森可以组成首发后场。 尼克斯拥有自己的所有首轮,还有来自独行侠、火塞、七彩和雄鹿的未来首轮。 他们还拥有多达九个可以交易的次轮。 如果尼克斯要留下布伦森和阿努诺比,那么他们的球员筹码应该包括兰德尔、米切罗、伯扬等人。 他们还可以为了匹配薪金送上哈特、迪文、秦佐等球员。 不过,骑士要是致力于艾伦和莫布利的前场,他们对兰德尔和米切罗应该不感兴趣,交易需要第三方的加入。 潜在下加五,兰网对纽约的另一支球队兰网也有机会竞争米切尔。 布里奇斯和米切尔的私交也很深,他希望和米切尔联手。 蓝网的选秀资源有限,他们可以提供本西蒙斯4030万的到期合同。 除了上述五支球队,宾克斯还把七六人放在了荣誉提名的位置上。 七六人虽然没有大量选秀签,但可以在今下腾出大量薪金空间,他们的交易会很有灵活性。 十二天前,当太阳102比104输给没有文斑的马刺时,很多人都觉得太阳要完蛋了。 毕竟,赛季最后十场比赛,他们的赛程难度排名联盟第一,连这样的马刺都打不过,他们靠什么击败比马刺强大的多的对手。 如今,太阳最后十场比赛的赛程已经完成一半,他们拿到了四胜一负的战绩相当不可思议, 其中包括击败上赛季的冠军绝金,西部实力不俗的蹄虎,东部第三的骑士,以及西部第一的森林狼。 当大部分人觉得太阳不行的时候,他们又能接连掀翻强敌,就像太阳跟队记者Doc Holler写的那样。 太阳确实不稳定,但这种不稳定,在对手看来又是非常危险的。 打太阳就像开盲盒,碰到发了风的太阳,那无异于遇到一头真正的魔鬼。 在魔鬼面前,难度第一的魔鬼赛程又算得了什么?太阳能靠防守赢下比赛。 太阳不算一支防守极其出色的球队,赛季至今,他们的防守效率是114.0, 与76人并列联盟第12位,但他们真的专注于此时,还是可以靠防守赢下比赛。 对森林郎的这场胜利就是很好的例子。 太阳整场比赛只得到97分,这是他们本赛季的单场第二低得分。 在这场比赛前,太阳得分不到104分的7场比赛,他们全部都输了。 不过,这一场却成为了例外,因为他们虽然进攻受阻,防守端的表现却更突出。 太阳将森林郎限制在87分,这是太阳本赛季至今所有对手的最低得分。 87分也是森林郎本赛季到目前为止的单场最低分。 他们还防到森林郎全场命中率39%,出现18次失误。 这也证明了当太阳专注于防守时,一样可以拿下胜利。 本赛季,太阳有6场比赛,将对手的得分限制在100分以内,这6场比赛,太阳全部获胜。 3分雨下起来,难逢对手。 当然,比起防守,太阳更令人忌惮的还是他们的进攻。 毕竟,他们拥有杜兰特、布克和比尔这三位超级得分手。 阿伦和罗伊斯奥尼尔的外线火力也不容小觑。 当太阳下起三分雨时,对手难以招架。 过去这五场比赛,太阳的三分命中率达到41.1%,是同期西部第一,在全联盟也仅次于76人。 本赛季至今,当太阳至少命中16个三分球时,他们的战绩是13胜二负。 杜兰特和布克成为太阳主要的得分点,过去五场比赛,两人都有场均26加的表现,而且三分命中率都至少达到42%. 别看太阳现在只排在西部第六,他们发挥真正实力时,并不忌惮任何对手。 不过,太阳也会输掉一些莫名其妙的比赛,比如输给没有文班的马刺,不敌没有亚历山大的雷霆。 任性是他们最好的品质。 太阳队记,Howler认为,任性是这支球队最好的品质。 不管遭遇怎样的困境,球员和教练都能保持很好的心态,并及时进行调整。 你必须屏蔽噪音,沃格尔说。 在现在的世界里,当你输球时,媒体,球迷和每个人的推特,每个人都会试图跳到你身上,并在你试一试攻击你。 而当你赢得一场重要比赛时,每个人又会把你奉若神明。 你不能关注那些东西,你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心态。 整个赛季自然有潮起潮落,你不断地向前推进。 Holler采访了队内的教练和球员,询问他们如何保持稳定的心态。 沃格尔会把时间花在家人身上,陪家人一起参加活动,然后调整心态看比赛录像。 布克在每场比赛后都要会打使命召唤这款游戏,这是他的生涯习惯从未改变。 比赛越激烈,我就打游戏的越晚。 利特尔是通过打NBA2K游戏来放松,格雷森阿伦则喜欢和妻子一起边吃零食边看电视。 罗迪开车回家,要30分钟车程,他喜欢听音乐,尽量把篮球的问题留在车里。 因此,魔鬼赛程并没有让太阳的球员们感到畏惧,调整好心态和状态,他们就能变身赛程中的魔鬼。 顺便提一句,太阳下一场比赛的对手是提胡,过去三场对阵提胡的比赛,布克场均54.0分,投篮命中率62.4%,三分命中率51.3%,罚球命中率81.3%,在这个对手眼中,太阳无疑又成为了魔鬼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,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也点赞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